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没人答应 只好无奈地回了房间 突然她闻到了一股臭味 好像是从快递箱里传出来的 走近一看 箱子旁边还流出了一些不明液体 小彩觉得很恶心 便打电话 向闺蜜诉苦 闺蜜说既然这个快递没人要 那就扔掉好了 如果好奇 那就打开来看看 小彩觉得这样不太好 先这样把快递还给邻居 晚上睡觉的时候 箱子再次发出了声音 而且在震动 小彩耐不住好奇 就撕开了一个洞 把手指伸出去 想摸一下到底是什么 突然 箱子剧烈震动起来 小彩吓坏了 她有些受不了了 决定天亮以后把箱子扔掉 正要离开的时候 一个大妈和她说 今天不可以丢 可燃垃圾 小彩无奈 只能把快递箱又带回了家 晚上她做梦梦到自己打开了箱子 箱子里伸出了一双手 小彩被噩梦惊醒 抱起箱子就往外跑 她要把箱子丢掉 丢掉箱子之后 闺蜜突然打来电话 阴阳怪气地说 看看里面是什么吧 小彩吓得扔掉了手机 再一看 身后的箱子开始剧烈震动 小彩害怕极了 对着箱子说道 我只是帮人保存的 快递和我没关系 说完后 赶紧跑回了家 可没想到 箱子竟然自己回到了家中 小彩知道自己摆脱不掉 便鼓起勇气打开了箱子 随着一声惨叫 画面陷入了黑暗 镜头一转 另一个年轻女孩开门后 看到了那个快递员 快递员希望女孩能寄存一下邻居的快递 女孩爽快地答应了 她把箱子放在桌子上 然后看起书来 此时箱子的开口处伸出了一双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 全片结束 这是日本奇幻作品 AKB恐怖夜中的一个故事 看完这个电影 真的是再也不敢亲收陌生快递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见 感谢观看